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的挑战好像跟去年虽然我们都还在疫情当中 但是感觉上好像我们的挑战并没有太减少 因为好像有新的一些状况新的一些挑战新的一些的考验会来到我们的面前 来到我们的家中来到我们的长辈或来到我们的孩子们各方面工作都会有挑战 我们整个教会来说也真是感谢神 我们这一年来 一年半多来 我们没有实体的聚会一直到最近我们才开始 那弟兄姊妹在主里面的长进 在主里面的各方面的成长呢 的确就我所看到的Double New Year都相当的有进步 我们没有浪费时间 虽然有疫情 虽然很多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但很多弟兄姊妹很知道善用时间 也更明确的知道在哪一方面来装备自己 但是我相信可能不是每一个人 我想有的弟兄姊妹还需要鼓励 还需要提醒 还需要警醒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我们这个月进入了一个主题呢 是来回忆一下 复习一下 我们教会的这个方向 我们教会的目的 在我们教会四十周年 2019年我们在庆祝的教会四十周年的时候 上帝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启示 就是对我们教会到底要干什么 至少古今过一经议会 神给我们的托付 神要我们在这里干什么 我相信神给我们一个很明确很明确的一个方向 我认为这是我们教会 庆祝四十周年里面最大的一份礼物 就是上帝给我们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教会的目的 教会的是印象 教会的使命 我是教会的牧师 我不敢轻看这件事情 我不认为这个事情是我们筹备小组发明的 我们筹备小组很聪明 理出来的 我认为不是 我认为是上帝圣灵联名我们教会 很明确的把祂的意思 启示给我们 而且那一年当我们2019年 我们在庆祝这样一个四周年的时候 事实上有了这个目标 有了这个目的宣言 印象宣言 实命宣言 有了这三个东西 事实上我们的工作才刚开始 并不是说以前我们就没有做工 不是这个意思 而是当神把这样一个三个宣言 很明确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事实上我们才要更明确的跨出一些步伐来 因为这三样事情既然神给了我们 那怎么办呢 谁要是没给我们 我们还是说神让你没有给我 那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们就按照过往 我们就走下去 那就那就这样子了 那今天神把这很明确的三样事情 摆在我们面前 目的 印象 使命 既然很明确摆在我们面前的话 那我们下去该问的是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样来实现 我朝这个方向来前进 因为不是一旦有了这个目的 我们就达到目的了 有了印象我们就达到印象 当然绝对不是 但是我们怎么样朝那个方向去走呢 这就是我们教会必须要努力的 其实教会是什么 教会不是只有牧师 教会是我们每一个人 神的儿女们都是教会的一份子 教会也不是个人叫教堂 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怎么样来走前面的路 我们怎么样来更明确的看到 神给我们这样一个三个宣言 目的宣言 印象宣言 使命宣言 到底下一步我们要干什么 到底我们该做什么 今天的经文 刚刚大家已经念了 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十节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这个他就是天父 我们再念一次好不好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什么叫做行善 为要叫我们行善 什么叫做行善 什么是行善 你又准备 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发现答案就在下面 因为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行善不是照你以往的想法 我也做好事 做好人等等 那个都是你该做的 没错继续要继续做 但是这个经文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神要我们做的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我相信当神把一个 正明确的教会的目的 印象宣言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神已经很明确的告诉我们 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 神要我们走的方向 这句话 非常的经典 非常经典 非常的经要 保罗说 圣灵感动保罗说 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 我今天题目改了好几次 我前一个题目是说 我们是上帝手中的工作 这个工作应该 不只是工作 这么平凡的一个日言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杰作 或者应该说是精品 是非常非常宝贵 非常非常精致 非常非常伟大 是上帝的杰作 是上帝的用心 用他的心力 用他的智慧 用他的各样的恩典来塑造我们 所以是一个精品 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杰作 在上帝的眼中 所以我们是这样子的 被神所看中 而且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换句话说 是善造神儿子的 独生儿子的形象 来塑造我们 让我们有一天 能够有基督耶稣的声量 这个是上帝的美意 太奇妙了 听众所谓 我们算什么 我们算什么 我们是尘土 我们是尘土 我们是地上的尘土 神造了我们 按他形象造我们 当我们堕落做神 来救我们 而且根由耶稣基督的形象 来继续塑造我们 成为一个上帝手中的精品 上帝手中的杰作 哎呀听众所谓 假如我们只是看我们自己的话 我们常常觉得自己 实在是很多缺点 很多的毛病 很多的软弱 但是感谢神呢 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 我们一定要从上帝的眼光 来看我们自己 若你成为基督徒之后 你还是从你自己角度 看你自己的话 你每天照镜子 还是叫你看你自己的话 我可以很连肃地告诉你 你是基督徒是没有错 但你的眼光 不是一个基督徒该有的眼光 因为你是上帝手中的工作 上帝要在耶稣基督里 继继继继续地做到你 要做神所预备 要你做的一切 当我在想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想到我上个月 我们在想到宣教 我在请大家看宣教史的印记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 虽然宣教越过去了 但如果你宣教史 你还没看的话 我继续鼓励你去看 我希望你去看 我怎么要你去看呢 因为你从宣教史的角度 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这些宣教史 来到中国的宣教史 有这些人 很多人来到中国的时候 只有二十几岁 在中国死的时候 也就是二十几岁 或者三十几岁 有的时候甚至他们的全家 都死在中国 他们的孩子只有几岁 还没长大成人 就死在中国 你说这些人 上帝 因为他们要做的是什么 有时候我想到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不可思议 这些人似乎是 被中国的乱民给杀了 被中国的暴民给杀了 特别是在那个 一和团那个时代 是被牺牲了 浪费了 多可惜啊 这些人就死掉了 来到中国想要做一点事情 结果没有几年 就死在中国了 不止一个人死了 全家都死了 他们做了什么工作啊 然后从人的眼光来说的话 是不是失败了 不但不是他们的失败 甚至是上帝失败了 因为这些人居然死在中国了 好像没有作用 但是弟兄姊妹 当我从这个角度 从今天这个经过来看的时候 我就很深地体会到说 弟兄姊妹 那些人身要是 是上帝手中的工作 他们如何现身到中国 他们如何死在中国 甚至只有几年时间 就死在中国 这是上帝的工作 他们向上帝负责 上帝要他们工作 就是做那么几年 但他们就 忠忠心心地把自己摆上 他们甚至没有看到 自己所做的 什么结果都没看见 但他们所做的 是神所预备 叫他们行的 他们就去行了 弟兄姊妹 这个经文给我们的眼光 是一个不同的眼光 我们不了解 我们不懂 我们不知道 但是上帝知道 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了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其实不但是宣教是 我想在我们前面 许多许多许多 我们中国的基督徒 这两百年来 许多的基督徒 为主献身 为主摆上 他们所做的 似乎没有 我们所想象的轰轰烈烈 但是他们都在神的面前 做了神 预备 他们所做的 今天呢 我想我们要从这个经文 好好的来吃下去 领受下来 以至于能够来面对我们的上帝 说神啊 我感谢你 我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工作 我实在不配 我算什么 神说我感谢你 我说你手中的工作 所以主啊 让我从这个眼光来看这个世界 来看我的周围 看我的教会 看我的弟兄姊妹 看我工作的地方 看我的同事 看我的家人 主啊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一切吧 不然的话 学说说 我们会发现 我们从了基督徒之后 我们还遇到这么多这么多的困难 遇到这么多这么多的考验 遇到这么多这么多的患难 我们会问说 神啊你在哪里 但假如我们从一回到这个 看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 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 祂在塑造我们 祂在磨练我们 祂在做祂的工作 我们能够从这个角度来顺服神 顺服主 也从圣经里面各样的教导 让我们更知道耶稣的生命 是怎么样的生命 神要用那样的生命 来塑造我们 美味的生命 何等的奇妙 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 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 假如有人问你 基督徒到底怎么回事 什么叫基督徒 假如有人要问你 你会怎么回答 你们基督徒说 世人都要信耶稣 必须信耶稣 你们怎么回答 今天我要把这功课留给你们 我怕你们每个人都要回去思想一下 若有人问我 基督徒是怎么回事 行 你要怎么回答 不要 不要写一篇文章 也不要写一大篇 不用 几点 你整理一下 你整理一下 基督徒是怎么回事 其实保罗在写一篇首书的时候 一篇首书的第二章 第一节到第十节 基本上他就在回答这个问题 基督徒是怎么回事 第十节 刚刚我们念的第十节 是他这一小段的结论 今天我要请大家去思考一下 我会把我整理的跟大家分享 只是抛砖引玉 我怕你每个人都回去自己想一想 基督徒是怎么回事 我很快地跟大家分享 我写的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抛砖引玉 第一点 没有天生的基督徒 都是从不信到信 世界上没有一个天生的基督徒 每个人都从不信到信 包括牧师的儿子 都是这样 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基督徒 但是从不信到信 不仅是从无神变得有神 而且要信耶稣是基督徒 这才是基督徒 我们不仅在我们生命的改变 或在我们信仰改变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但是从无神变成有神 还要更明确的 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来拯救我们 从耶稣降生 从耶稣的道成肉身 来重新来认识 什么是神 什么叫做神 因为没有人见过神 只有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 把神更明确的启示我们 将父怀的独生子 将祂表明出来 耶稣 透过耶稣 我们认识了上帝 认识了圣灵 认识了这一切 所以我们称为基督徒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变成为基督徒 不是随便来的 我们认识我们的信仰 一切有关上帝 三一真神 所有的这一切 有关上帝的事情 都是透过耶稣基督的缘故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不但是从无神变成有神 我们更明确的是要认识 耶稣是基督 因为唯有透过耶稣基督 才有救恩 我们的罪才能得到解决 所以下面一个就是说 必须要从认罪 毁罪 离罪 全然的因信蒙恩得救 在成为基督徒的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不是你要去做好事 不是你要去做要基什么善行功德 不是 首先你要明确发现 我是有罪 要认罪 面对上帝的善结 发现我是有罪 我要毁罪 我要忏悔 我要认罪 认识自己的罪 认识自己真是一个罪 真是一个罪人 真是一个抵挡神的人 认识到自己的骄傲 认识到自己的污秽 自己的不配 而愿意忏悔在神的面前忏悔 今天我想我们基督徒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有时候我们走得太快了 我们是看到自己是罪了 是没有错 但是我们 我们忏悔他不够深 我们忏悔他不够痛 我们要认罪 要毁罪 要离罪 悔改的意思就是 我要离开罪了 我不能够继续在这个里面了 求主帮助我 求主赦免我 求主给我力量 因为只有上帝 只有耶稣就给我们 有得胜罪恶权势的力量 因为靠你自己 靠我们自己 我们已经努力一辈子了 我们都离不了罪 今天是神一 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得罪 赦免我们的罪 同时也救我们 给我们力量来脱离 罪恶的捆绑 圣经里面真理 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我们不必活在罪的底下 以前是不得已 以前不是不得已 以前是脱离不了 今天是你必须要离开 你不要让魔鬼杀在 继续在你身上 有任何的作为 你那个权势已经离开了 你不要继续 还留在那个坏习惯里面 出来 要出来 要离开罪 所以我们是 因信 蒙恩 得救 天下地上准备 这种非常要做 基督徒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理念 我是因信 蒙恩 得救 这个恩 就是因为 耶稣基督的缘故 若没有恩 我的信是空的 因为 我信什么呢 信 感谢神 我们的信有个对象 有一个底子 因为有恩典在那里 当我们信的时候 当我们手伸出来的时候 那个恩典就临到我们的手上 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拯救的恩典 因信 蒙恩 得救 从此以后 生命不再一样 因为乃是上帝照做的器皿 今天你得救了 你离开罪恶了 当然还会有许多的攻击会临到你身上 撒旦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 世界就在你的周围要污染你 这些事情我们都晓得 这些事情都很真实 但是我们真是要明白 真是要再次看见 我们在上帝的手中 就是上帝的工作 祂要造作我们 祂要塑造我们 我们是祂的器皿 我们要这样来看自己 这样来保守我们自己 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要以这样的态度 来保守我们自己 献给主 以至于我们能够 越来越有基督的生命 基督的声量 能够达成上帝荣美的子 兄姐妹 我也就这样子 把我消化了一下 尼佛所说二章一到十节的经文 我就把它消化一下 整理一下 按照自己的一些体会 我就把它整理成这样的几条 基督徒是什么 我想我也鼓励这位 给大家一个功课 你能够思想一下 到底基督徒 基督徒是什么一回事 我觉得我们要做一点这样的整理 以至于我们更明确的知道 怎么往前走 基督徒该怎么活 基督徒要怎么活 当耶稣要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 当耶稣就要被卖 被抓 然后要上十家的时候 我最近都说 如果你跟着我在念 灵修乐的话 我们现在就已经进入到这个阶段 耶稣进入了受难日的那个晚上 耶稣跟门徒最后一段时间在一起 耶稣对他们有很重要的吩咐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些吩咐 跟勉励 跟一些教导 当里面就有一段圣经讲到 基督徒要怎么活 基督徒要怎么活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耶稣就用了一个很宝贵 很生动的一个比喻 说要像什么 要像枝子在葡萄树 基督徒要怎么活 就像枝子在葡萄树 如果你今天什么都不记得 我帮你记得这样一幅图画 枝子在葡萄树 耶稣说你要像枝子在葡萄树 因为我是 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 我父是栽培的人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这就是基督徒的一个生活 生命的一个形态 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重要 我真的巴佛的那天早上起来 当你进到洗手间 面对那个镜子 看到你自己的时候 我巴佛的不要只是看到你自己的脸 看到你自己的样子 我巴佛的你就看到说 你就对镜子里面说 你是葡萄树 葡萄树要在耶稣基督上 要在葡萄树上 你是枝子 你要在葡萄树上 你告诉你那镜子里面的人说 你是枝子 你要在葡萄树上 我们要这样地来认识我们自己 今后的生命 像枝子 连在葡萄树上 这是耶稣 给我们的丰富 耶稣给我们的一幅图画 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了 他要我们藏在他里面 他也藏在我们里面 因为离了他 我们就不能做什么 其实也就是根据这个经文 还有其他的很重要的经文 当我们教会在整理 这个教会的使命的时候 教会是什么 教会的立项 教会的目的等等的时候呢 那段经文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 但是更明确让我们看到说 教会是什么呢 是天父的儿女 是基督的门徒 也是圣灵的团契 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我们在主里面被建造 继续成长 爱神爱人 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这是我们教会的 很明确的一个目的 因为上帝的心意 很明确地在我们身上 就是要我们尽心尽心尽力 爱神 并且爱人如己 这是上帝最高的要求 最根本的要求 所以教会必须不断地朝这方面走 我们每个经历都要朝这方面走 爱神爱人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以这个作为我们 一切的动机 一切的根本 为了爱神 为了爱人 所以我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做那个事情 都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全然为了上帝 都是能够来造就彼此 造就弟兄姊妹 而且呢 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今天主耶稣也把这个大使命 摆在我们的身上 每个信徒 我们都必须要朝这个方向来前进 我感谢神给我们这样很明确 很简要的一个使命的 一个目的的宣言 这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这样一个宣言呢 根据这样一个使命的宣言呢 我们也就整理出来了 教会的实价路标 过去这两年 弟兄姊妹在门训的里面 受装备 我们把一个实价路标 很明确地摆在大家的面前 我们发现 其实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新的东西 但是我们做了一点改变 整理呢 特别把那个原心 把在基督里 特别摆在这样一个 把在这个符号里面 把这个架构里面 更明确让我们看到 一切都要从那个红心出发 从红心是我们的基础 从红心出发 向上祷告敬拜 向下生根建造 从两旁 一边是彼此相爱 一边是传神福音 有人问你说 基督徒要做 基督徒要做耶稣的门徒 怎么做主的门徒 基督徒要过什么日子 基督徒要怎么活 基督徒是怎么样 实际来说 到底要怎么样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你受到门徒种子训练 你就知道 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了 因为这实际路标 就在回答这个问题 你一早在这五方面 按部就班的 在神的面前 脚踏实地的去活 这就是做主的门徒 从对当中的 在基督徒开始 祷告敬拜 生根建造 彼此相爱 传神福音 这就是做主的门徒 我爸不得在我们教会 收过去年经济准备 你能够很明确地 回答这个问题 而且你我也能够很明确地 实践 这样一个方向 听到听到这种怎么样 可能有人觉得说 这个是老生常谈 这个不重要 但是我请问你 假如你不看这十字架 我请问你 怎么做主的门徒 你会怎么回答 我请问你 你不看这十字架 你觉得这十字架 太幼稚了 或太怎么样了 那我请问你 怎么做主的门徒 我请问你 你自己看圣经 你自己整理出来 你就去归纳一下 怎么做主的门徒 你去归纳一下看看 如果你能够归纳出 比这个更好的 谢谢你赶快告诉我 好不好 你赶快告诉我 因为我们盼望 能够更明确地 更精确地 更精准地 把做主门徒的一条路 能够告诉大家 大家能一起在这个路上奔跑 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努力 所以如果你有更好的标志 有更好的图案 更好的一个结论 告诉我 告诉我们 否则的话 那我们一起朝着 十字架路标 这五个方面 好好的努力 好好的禁忌晋升 好好的装备 我不是要夸赞谁 夸赞什么东西 不是 我们要回到圣经 因为这都是从圣经 归纳出来的东西 不是人发别的东西 都是圣经里面的东西 最后 我要提到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这个月份 在提到我们教会的目标 提到教会的使命的时候 这个月也是我们教会 要提供准备再一次来操练 祷告和禁食的一个月份 我们去年做了第一次 感谢主 很多提供准备都投入 今年我们继续要做第二次 望望过去没有做的提供准备 你能够投入 过去投入你更加要投入 在祷告 在禁食上有操练 根据这个释迦所标志的 祷告敬拜是我们向上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向着主 祷告是神给我们打开一条通路 跟上帝能够沟通 跟上帝来往 这太好 太宝贵了 做一个基督徒这方面不会 这方面很差劲 那真是丢脸啊 说老师我真是丢脸 真是要好好的抓住这样一个操练 好好的来跟神祷告 好好的来亲近神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月份我们8月24号开始 我们就有一个祷告禁食的操练 从8月24号开始 1到10月2号 我们有40天的时间 弟兄姊妹来操练祷告 在当中你可以学习禁食 不是要你每天禁食 但你愿意到每天也可以 但是不是要要求每个人都禁食 但是我看望每个弟兄姊妹都祷告 操练祷告 祷告禁食的操练 我怕你能够在这次四天里也学习禁食 什么叫禁食 怎么禁食等等的 我会有些文章 会有些东西会整理出来 所以可以做参考 学习禁食 那这一次的四天里面 我更要发出一个挑战 什么挑战呢 就是我要向每个弟兄姊妹发出挑战 如果你是基督徒 我盼望你能够这样在神的面前这样做 顺服圣灵的感动 向神许愿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记得我这样 我这样写 每句话都很重要 都不是乱写了 第一点 出发点是圣灵的感动 有圣灵的感动 但你要回应 所以你要许愿 圣灵感动 但是你不动 那你就没下文了 圣灵感动 但是你要有回应 你要有动作 什么动作呢 你愿意向神许愿 许什么愿呢 怕你在祷告跟禁食的方面 有所突破 我怕你在这几天 在这二十小时前 我怕你有受你感动你 要突破你在祷告上的一些瓶颈 突破你某些在属灵上的一些瓶颈 你愿意说主啊帮助我 主啊我愿意 来来来来操练学习 突破我属灵上的成长 你向神 神感动你 向神许愿 你愿意做一个突破 这一次我的意思 我就发出一个条件 就是说 你要凭信心 凭信心做一件 你从来没有做过的事 但是你觉得你应该要做 因为感动你嘛 所以你应该要做 但你从来没有做过 比方说什么呢 比方有的弟兄姊妹 说你刚刚信主没多久 甚至有人祷告的时候呢 都是自己默默地祷告 甚至不敢开口出声地跟弟兄姊妹祷告 或许这一次十天 你就做一件事情 说主啊我愿意学习开口来祷告 跟弟兄姊妹开口来祷告 在弟兄姊妹一起来 同心地来祷告 这件事情可能对有弟兄姊妹来说 哎呀这个我早就做 没错你早就做了 但有的还没开始做 所以没关系 每个人不一样 你在神里面有许愿 你从来没有做过的 但你愿意开始来操练 开始突破做一件事情 就很宝贵了 每个人就做一件 没有做过的事 可能你过去 你从来没有进食过 那你说好 这次我有感动 我来学习进食 但是我怕你不要一下子 就四十天进食 你按部就班的 我会有一篇文章来告诉你 来提醒你 或者来给你做参考 怎么样来操练进食 按部就班的 一步一步来 但是你说我愿意 做一件我过去没做的事 可能过去 你在祷告的里面 你也就自己祷告 你没有跟别人祷告 我怕你这次 然后有人来约你说 我能不能跟你祷告 你能够答应说 好 我也跟你一起祷告 可能不是每天 可能每个礼拜 有一次我两次 你就跟他一起祷告 你愿意被带着祷告 你愿意跟一个人 一群人一起来祷告 我说这你从来没有做过的 没关系 从这个礼拜开始 从这个月开始 你就说 主啊 我愿意做一件 我过去没做过的事 我来操练 你不要认为这个事情很小 这一步很小一步 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 如果你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 就是跨出一步的这样一个心愿 我就为你感谢上帝 因为你已经靠近神在你身上的塑造 你靠近神预备要你所做的事 在圣灵感动之下 你向神许愿 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我爸爸的今年四十天的祷告禁食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向神往前跨一步 就这么一步 跨一步 每个人都跨一步 每个人这个步可能不一样 没关系 你跨近一步 我们教会就整个来讲 一定是往前跨了一大步 好像那个太空人说的 可能对你来说只是一小步 但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跨一小步的话 我们教会就是一大步 我们预备我们的新来主的面前 今天是主餐的日子 我们一起来纪念主 请领事主 爱我们的主耶稣 我们再次按照你的吩咐 领受了杯和饼 主啊 感谢你 你为了我们 为了拯救我们 你舍下你的一切 你的生命 不但叫我们能够不知灭亡 甚至叫我们能够得永生 能够成为天父上帝的儿女 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 今天你更把你的旨意摆在我们的面前 因为我们都是天父手中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我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主啊 愿纳我们的敬拜 愿纳我们的心愿 继继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我们整个教会都朝这个目标 继续的前进 让你的名得到一切当得的荣耀 你的旨意成就 如在地上如同在天上 谢谢你 垂听我们的祷告 愿纳我们的敬拜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